高雄一名黄姓患者平常在疗养院休养 4号因为低血压遭送医却被抓去开刀 民生医院遭控严重疏失 开刀开错人 医院哀哄真的很离谱 黄姓患者低血压中风住院 同一个病房内还有另一名张姓患者 张姓患者胸腔有笼包 需要开胸腔引流手术 但被推去开刀的却是黄姓患者 没有被确认首圈辨识身份 误开错人 虽然不是大刀手术 但莫名其妙胸口被开动插管 这个病人事实上是中风的病人 然后他没办法表达 他病人辨识方面没有依照SOP 病人开刀前需要过五道关卡 从公有病房护理师 手术士护理师 麻醉师和指导医师 五个人都要反复确认首全和病例 但通通没有依照SOP来 等于连续十个疏失 造成开刀开错人 正常SOP由开刀房护理师 通知病房护理师 接着确认患者身份 但当天却由主治医师自行 通知病房护理师 酿出一连串错误 遭记两个大锅 那因为主治医师他没有依照既定的流程 那导致我们开刀房还有病房 还有公有的作业就会进行一连串的疏失 属医疗业务管理师明显疏失 致造成病患伤完者 除以新台币五万到五十万的罚款 民生医院推错病人开错刀 卫生局可罚最高五十万元罚款 主治医师违反医师法遭陈储 但对患者家属来说 家人无缘无故胸口被开了一个洞 实在难以接受 借黄讯松沛岑高雄报道